山沟下的草丛里不断传出小狗哀嚎的声音 也让路过民众忍不住停下来查看 这里是大人街跟新生街路口旁的山沟 在日前有民众发现里面有一只小黄狗受困 也赶紧向一旁的消防队来求救 我在想虽然这不是我们消防队 就是说卫民服务也不是我们的一个救狗的部分 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 但基于就是说刚好在我们旁边 那我们就派同仁过去然后用假梯的方式 下去把那只狗以那个神网的方式 给它套住之后再给它带上来 淡水消防分队表示虽然救援动物 是属于动宝处的权责 但基于卫民服务的精神 在勤务允许之下 当天也派出队员下去帮忙协助救援 由于山沟内的杂草丛生 因此前往救援的队员也格外谨慎 带上来之后才发现那只狗 它是有一只脚是有脖脚 然后它身材也不高 所以说它基本上在那边受困了 如果说没去救的话 它可能会二死在那边 因为它也逃不出来 那至于说它怎么掉下去的 这我们倒也不知道这样子 那放到地上之后它就跑掉了 在顺利使用网子将小狗救起之后 发现这只小黄狗有受伤的状况 再加上身形还小 所以掉下去之后才会受困 无法逃脱 而在被救起之后 小黄狗也快步跑去 结束了一场惊魂祭 记得陈波威淡水采访报道